有話直說一分鐘 近日,警方國安處公布一份針對百名國安逃犯的通緝令 引發西方國家對香港國安法域外法權的討論 被通緝人士之中,亦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諷刺特區政府無權在海外執法 認為自己其實仍然高枕無憂 這一種質疑充分曝露出他們的無知與膚淺 以及低估特區政府嚴正執法、捍衛國家安全的堅定決心 香港國安法所擁有的域外法權 絕非特區政府自說自畫的設置權力 以最自由、最民主的美國的國安法 外國者法案為例,其中若有20項條例提到美國在境外的執法權 內容舉世無謂,賦予美國當局極大權力 美國當局應用香港法普通緝令的行為是開創危險先例 以及不尊重他國主權 這一種指責格外令人廢解 香港既非這一種先例的開創者 也並非不尊重他國主權 以事實上,香港正在行使正當執法權 捍衛國家安全過程中遭到英美國家不尊重 甚至是污衊與詆毀的對象 從更為港義的角度來看 國安法不僅具有域外法權 亦對境外被通緝人士擁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7月5日及6日,警方國安處採取拘捕行動 包括前香港眾截5名成員 警方指出 被捕人在香港涉嫌募集資金支援逃到海外人士 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 這5個人的被捕意味著警方成功撤斷了一條本地與境外之間的資金鏈 將對國安逃犯們在國外的活動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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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